好 另外看到在防堵校園疫情方面 指揮中心在上週公佈 國高中是以九宮格匡列 作為放防疫價對象的範圍 也引起了許多學生跟家長不滿 那教育部昨天是正式來發函 給高中以下學校 表示學生家長如果基於防疫目的 來請假 學校應該要從寬認定 給予防疫價 不要強制要求提供證明文件 也不列出缺情 其實校園裡 學生每天學習跟接觸的對象 不是只有九宮 座位九宮格的範圍 不過指揮中心在八號調整停課標準 國高中班級確診以九宮格 來匡列防疫價 除了國教行動聯盟 指出這個多數家長也覺得離譜 臺灣青年民主協會 也怒批九宮格政策 那截至目前是有一千八百多位 民眾跟學生連數要求檢討 那指揮官陳時中對此曾經回應 學校可以視起實際的情況來做規定 而教育部昨天的傍晚六點也主動了發函 給各地方政府 重申防疫價的規定 表示如果非九宮格內的學生 如果是基於防疫的目的 也可以請防疫價 學校要從寬認定 不要來要求赴證明 也不納入出缺情記錄 也不要扣減成績評量 現在就有兩點在裡面 我當地是整頭的協會 但是我自己的最適合 但是我アスト總統擔綠